不满被绿血抹黑湖南律师文东海宣布退党,文东海中,以一众中国维权律师合照。 上海律师彭永和,又二指出,文东海退党是政治事件,担心当局会杀鸡井猴,维权人士独家提供。 拍摄日期不详,被当局吊销执照的前律师文东海周二7月3日突然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。 他表示有关决定属于自愿和湖南律师协会,把他抹黑,并对他进行为继处理有关。 有维权律师形容文东海退党是政治事件,担心当局会杀鸡井猴,文东海周二发出退党声明,表示自己刚刚接到湖南律师协会党支部的电话说,要对他进行为继处理。 要求他配合为了不让有关领导操心,也为了简化相关手续互相见面不爽。 决定从今天7月3日起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文东海向记者透露,早在自己被吊销执照。 之前湖南律师协就已对他采取行动文东海,湖南律师在网上公开的抹黑。 我发表匿名文章,在全国各个绿协转载,对我进行抹黑,都是对我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一些完全不符事实的造谣诽谤。 可能是根据这个我调照的情况,进行进一步的打压。 我觉得作为绿协作为党支部,他们做事完全没有底线。 我对这个党支部感到非常失望,我觉得我有必要退出这个党支部。 他说,已有心理准备主动退党会有不良后果,而事前也没人劝阻他文东海作为中共。 他们觉得我主动退党的话对他们面子,善默不开但是如果他们开除我的话,可能觉得更好一点。 我无所谓的入党,不是自由的可是退党还是自由的。 我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可能,早就想把我开除出党了正中他们的下怀。 上海律师彭永和指出公开退党,在中国并不常见他担心,文东海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。 彭永和这是一个政治事件,你退党,不是等于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。 你自己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是党员中国是党领导一切,在很多方面是政治先于法律的。 将来政治上通过法律手段,可能也会随之而来法律手段兴责官几天重责派几年。 政治上也可以附加剥夺很多权利。 你出入境,子女就学这也是一个方面。 比如说你参与各种活动,中国从去年下半年,开始大规模打压律师。 文东海在内的多名维权律师先后被吊销或注销执照朋友和估计,公开退党的决定很可能导致文东海成为当局另一个杀鸡儆猴的对象。 特约记者高峰NBSB,NBSB则边时山家院NBSB,NBSB,网边宏伟相关报道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。 刘迪卢伟被以受贿罪正式起诉,中共政局异象评生小异。 刘青正是日后成为郑国局的张德江当年一,守成就了高峰方高新知识分子赤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冒战,引发政治地震。 刘鹤出局清华教授取张润需恢复主席任期,致党政部和市长免职。 党大于政习近平出访大法必民众不满,大陆施压江台改名。 44家航空公司全虚服评论,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,同步广播库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,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,事情不简单沉破空,罗宇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俄平中美贸易战,北京已乱阵脚中共内讧,让我们保持冷静。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,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界耻辱吗? 刘青冒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,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。 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,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迪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